第一,這一條就做完了 難不難就應該不難的 最重要就是如果你發覺 你是不懂怎樣數個案的話 那要用心的了 那我們多做幾個例子 因為如果你想熟悉的話 你除了多做一些之外 也沒有其他可能的 但是你記得那個步驟不會複雜 可以去哪裏的 尤其是找機會率 好,下一條,第39條 那裏有8隻白蜜 4隻黃色蜜 62隻紅色蜜是否打錯 打錯,兩隻紅色蜜 應該是 吃錯了嗎 只剩下一個圍充料室 62隻紅色蜜 你喜歡紅色蜜也就是這樣 好了,打錯了 好了 A boy randomly take out too short from the job 哦,真是黑眼抽兩隻白 兩隻白 多於白色的,那機會有多少呢 A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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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機會有多少呢 那你想想 第一次抽一隻白色蜜 白色蜜就只有八隻 是的,第一隻白色蜜 那個機會就是十四分之八 好了,第二隻都是白色蜜 我寫清楚一點 第二隻都是白色蜜 應該是十三分之七 那麼,最後呢 這兩個份數當然是 成了它 因為是同一個case來的 第一隻抽白色,第二隻再抽白色 那麼,答案是多少呢 跟著刀機而已,說真的 十三 看看先,不用啦 十三分之四 刀機就不用,好了 軟的 A part 有沒有答案是 有沒有 沒有 Part B 兩隻同一顏色的 Bow are same color 或者是 same color,就這樣寫 不用 Sing color 那究竟 那個機會是多少呢 那你發覺了 就複雜少少 原因 兩隻同一隻顏色 當然啦 你會發覺兩隻白色都行 是不是 第一隻白,第二隻都是白 我寫回中文算了 白白,好了 大了 除了白色,白色蜜之外 還可以怎樣 是呀 第一隻是黃 第二隻是黃 第一隻是黃 的機會是十四分之四 跟著就是十三分之三 這些是dependence event來的 第一隻抽了黃色的話 第二隻再抽黃色的話 當然了 那個機會是會少一點的 好像 還沒有紅色蜜� 有啦 紅紅,還有紅紅 第一隻是紅 第二隻是紅 第一隻是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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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十四分之二 第二隻是紅 是十三分之一 那再一次 我在下面寫回 我會計算什麼 你冷極 你都可以試試這樣寫法 黃黃就YY 紅紅就RR 白白就WW 下面那些簡寫 你喜歡怎樣寫都可以 那就是啦 接著要寫機 說真的 寫機就麻煩了 什麼? 沒有理由 寫機就麻煩了 拜託我是沒有計算機的 大哥 我沒有計算機的 拜託 嘩,寫機也 欸 拿手機按 你瘋子 去 十三分之五 麻煩 那你不寫錯機的話 我告訴你 這樣就算完了 好,有沒有大問題 那今天呢 我們還有大約 半個小時多一點 我告訴你 我會停在這個位 我們會狂電這個 橫成直加 甚至乎 人家 就是靠這一點 就已經足夠 在call 裏面出很多 機會率的題目 承認我一句 現在暫時 做的題目 都是比較容易的 接著 越搞就越複雜 看你們去到哪個位 就馬上發給我 第四十題 我們跟著下去 第四十題 九年題目 Mr. Sun 阿孫先生 好了 等巴士 75%巴士有冷氣 那當然要做一個out day 現在有沒有巴士沒有冷氣 有沒有叫熱狗 沒有 全部有冷氣 但九九年 你是差不多的 好了 75%巴士有冷氣 其中20%巴士達通 哇 九百年是差不多的 好了 掛傷不了 十幾年前 好了 No octopus machine has been installed on bus without air conditioning 即是 逢親熱狗 逢親熱的巴士 即沒有冷氣巴士 就沒有巴士通 對了 那個年代就差不多了 你們不要理 故事就是這樣 那你跟著故事做 好了 Find the probability the next bus has an Octobus machine installed 下隔離的巴士 有巴達通 那個機會呢 多少呢 不妨你又要想一想 這個故事 首先 你要知道 究竟 現在巴士有巴達通 的話 第一件事 巴士究竟是 冷的熱的 喂 冷的 冷的 是 即是 你起碼要來一架 冷的巴士 是 再說一次 寫回 Octobus Octobus in store 好了 你冷一點也要寫回 一些東西 即是告訴別人 你計算緊陰什麼機會 第一件事 巴士夠冷 即是冷氣巴 一定要離隔 冷氣巴 你離隔二九 你會回家的 二九沒有Octobus 那時候 好了 冷氣巴 機會是多少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給你 有我 75% 是有冷氣的 那我們寫回機會 就不是一定要寫回分數 你可以寫 點數的 0.7 但不要寫白分數 寫白分數 當機會會被人扣PP 好了 現在冷氣巴的機會 0.75 好了 冷氣巴不是 格格都有巴達通過 那個年代 只有多少%有巴達通 20% 還要找到有機的 有鞍 有鞍 有鞍八爪魚 有鞍八爪魚 有鞍八爪通的 有鞍Octobus的 只有0.2 當然了 做完了 然後你讀機 收工了 0.75% 0.2 答案應該是 智利到死了 0.15 好 好 深小塊讀機 好了 帕B 帕B 這個二年代 應該沒有機會發生 好了 巴士 3元 巴士車費3元 阿 先生沒有 巴勒通他 但有1元 3元 2元 好了 合眼 拿2元出來 對 對 這些問題 被人質疑過 是的 你1元和2元 不一樣的 放下去 1元 2元 起國 這樣也拿不到3元出來 不是吧 但你別管了 總之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你現在 解釋到 隨便的剔修 總之你當它是黑眼 當它是假手 譬如不要1元和2元 剛剛抽到3元 機會有多少呢 我還是說一句 你可以畫表 也可以用 乘數計 那 Exactly 3元 Exactly 3元 好了 那你畫個故事就有少少不同的 第一次抽什麼好 1元 第一次抽中1元 機會有多少呢 我想問一下 5個銀裡面有多少 1元 2個 2個1元 講稅了 第一次抽1元 是5分2 好了 第二次抽中2元 不是你給不到3元 奢快給人的 2元 起國的 4分之的 只有4元而已 所以4吧 分子有多少2元 3 4分3 未完 因為 你可以怎樣 反過來 先拿2元 先拿2元 那 你的機會就是 5分之3 對了 再拿1元 就是4分之2 其他結果 我不管了 例如我抽到2個1元 怎麼辦 你都不符合題目要求 那我就完全不會管了 那你發覺兩個分數呢 其實急斜 又是一樣的 分母都是20 分子都是6 12 over 20 3 over 5 最後答案是 有沒有大問題 沒有 好嗎 好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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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拿題目先來 好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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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拿題目去借 機會再一次 那些故事你會發現 是不是很無厘頭呢 但我告诉你更加无厘头的故事 你都会在这份笔记里找到的 我跟着下来我会开始skip一些题目了 我skip了一些题目 请你自己做回去 我们下次对答案 好 有没有大问题 没有 好了更加无厘头的故事 在第44题里 42、43我skip了 你将来自己做回 好44更加无厘头的 好了 好了44这条题目是很趣致意的 44好了 对了我们去到44条了 迟些做回所有multiable choice 好了 44条 不妨大家先看一下故事 讲完这条我都要bring a break 我口水都过了 44条 你看一下故事先 很趣致意的 对毁明 study in the evening for a test the next day the probability of him passing the test is 4 for 5 读书的话 明天测验后格的机会是5分4 if he does not study in the evening for the test he will certainly fail certaining 知知为何 绝对 绝对 绝对肥佬 好了 a part 不问书绝对肥佬 很正常 好了 part a part one with waving a study in the evening for a test the next day i find the probability of him p he will fail the test 合格就5分4 那肥佬了 p是多少 5分1 p是5分1 很正常 好了 但是q和r呢 喂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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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q和r呢 q是 他不温书 合格的机会是多少 q 0 他说肥眼 q一定是0 而r当然是 日啊 是你写 我数值就行了 你不用写百分数的 好 但是上次有没有大问题 没有啊 故事正式开始了 这个是熱身的 part b 4teams competing the world's woman volleyball championship WWE 我不知道有没有 这些什么 我连连去到北京都质疑 但我又不见到 这些法律search 梁永涛 放下 看看我没有这些组织 传统 我觉得他没作 好了 2games in the semifinal 中国对美国 日本对古巴 那 那 Wheelings of each team will be competing in the final for the championship the fortepern attest equal chance 赢的机会均等啊 所以 对每一对来说 赢的机会和输的机会 都应该是一半 一半即是二分一 好了 part one 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China will win the championship 中国会赢 叫你多少 嗯 你啊 神經病 你真是 China win the champ 2分4 那你想一下 故事要怎样 第一场比赛 他要怎样 贏 先赢到USA 真的吗 有的 我说的 你说的 赢美国 赢美国 机会率二分一 那当然了 接着呢 还要赢多一场什么 都不知道赢哪一队 但是赢Final 你还有一场Final等他 要赢完Final 才可以拿Champions 那四分一 二分一 乘二分一 四分一 那其实你都未必要这样计法 原因 你拜common sense 你有四队 每一队赢的机会均等 那你最后 拿Champ 只有一队 那你直接写四分一 都可以的 不用用乘数 梁冰通 不用找了 你算了 此事了 不要那么无聊 好了 去那里有没有大问题 没有大问题 那你可能不问了 那 那 玩到女子排球 关于委明什么事 去到后面有关事 好了 小心一点 这条题目很多人错 然后就 这个故事比较复杂的 这个故事比较复杂的 The final of the WWEC will be shown on television on Sunday's evening and White Wing has a test on next day 两个东西 黏在一起了 毗明会 definitely watch 一定会看电视 如果 如果 中国 gets to the final 真爱怪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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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之后 Properability of he studying afterwards for the test is 1 over 3 看完电视再温书 几乎是三分之一 With China fails to get to the final he will not watch the program and talk and will study for the test 中国 入不了决赛 看都不看 立刻的心肝是温书 挺好的 好了 一同二 但你答不答到了 一 韦明会 温书的机会有多少 二 韦明会 合格的机会有多少 这个故事 由于比较复杂的关系 所以这条题目 都比较有人性 会送个Tree dial 给你的 你可以用了Tree dial 因为 修行电视节目 就是看完TV之后 他会温书的机会是三分之一 不温书的机会当然是三分之二 好了 但如果不看电视的话 会温书的机会是多少 会温书的机会是一 对 不温书的机会是零 但是 看电视的机会是多少 因为前面又没有东西 看电视的机会是四分之一 不看电视的机会是四分之三 首先我们要学一样新的东西 如果有Tree diagram的话 有人说 有Tree diagram的话 有Tree diagram的话 我们会选择把机会 写在Tree diagram的旁边 以前我们画Tree diagram 是什么都不用写的 因为我们假设了两条路 没有机会均等的 就是呢 平时我们画Tree diagram 画完这些事就算了 原因 大家的机会都只有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但是 来到这一课 始终有些事情 发生机会不一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会把数字 写在路极的旁边 好 是不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不是啊 不是啊 骗你而已 中国入决赛已经看电视了 所以中国入决赛叫你多少 是啊 刚才那四分之一是困你们 你如果不留意 就中了计 后面就错了韭菜 是啊 当你填完分数 下Tree diagram的时候 你发觉你计的机会率 就应该清晰很多 原因 韭明会study for the test 你可以对上Tree diagram 韭明会温书 究竟 他有几多个选择呢 有几多个case呢 很简单 就是看电视 会温书 再加不看电视 都会温书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好了 所以那机会率是多少呢 理论上 你现在你看到黄色那些笔的路径在这里 那很简单 如果会温书的话 你只需要把路的所有份数做些什么 全部 全部 同一条路 的分数 你便去全部 全部 即是二分一乘三分一 所以 第一部分的答案应该是二分一乘三分一 再加 二分一乘 乘一 那我会教你如何认识 好了 好了 study 我都不用写韭明了 study 就不用study 就是二分一乘三分一 再加二分一乘一 那我 在分数下 不想发生什么事 因为你对方 true down 就会有知义 那答案应该是三分之二 是不是 好了 阿韦明 好了 跟着 sorry 阿韦明去了哪里 好了 跟着下去了 第二部分 阿韦明会pass the test 机会有多少呢 小心点 阿韦明会pass the test 那机会有多少呢 那当然 有些学生就会搞到极度复杂的 阿韦明会pass the test 那参与温书究竟会合格 他会再分路 我告诉你不用 其实 因为你知道阿韦明会温书的 机会率是多少 而题目一开始说 如果他温书的话 如果他温书的话 他会温书 他合格的机会率是多少 四分 五分四 四over 好了 不温书呢 不温书 是会 零 零的 所以你不温书 要不要写出来呢 不用 是不用的 因为不温书就肥硬的 不温书pass 基本是零的 但当然 有些课后写出来的 没所谓 你不写都可以的 这条题目 不温书就了 好了 这条题目就完成了 十五分之八 可不可以玩了 再说一次 这条已经算简单了 真的算简单了 有些题目真的想拿你命的 那机会呢 我再说一次 现在首先一个是开场法来的 一 call画的 我来的